特地稍微不舒服 我看到满天的繁星了 在死亡谷那一带 满天的繁星了 死亡谷那边 我们都知道 有一个世界十大未解之谜的其中一个 也就是那边的石头 在沙漠上面会自己行走 几十斤 几百公斤重的石头 自己在沙漠上行走 而行走的时候 总有两块石头同时行走 就划出来那个平行线 这个就成为世界未解之谜 我在2016年的2月2号那天 林牌加州地震解决方案的时候 突然就发现 林牌栋呈现出来 原来死亡谷是华工的墓地 两块石头同时行走 就划出来一个平行线 平行线就是铁路嘛 铁路永远是平行线嘛 原来下面就是他们的墓地啊 原来在一百五十多年前 有一个华工啊 在美国建设那个太平洋铁路啊 从旧金山到纽约的那条铁路啊 撒谷压的路 撒谷压压重啊 那是那是一条 美国国家建设的一个铁路 华工赫谷压压重 这套铁路接受以后呢 又建了南北向的铁路 是个地方铁路 而好多的华工 在接受南北向铁路的时候 又去世了很多 他们是雇劳时 就是说 因为劳力雇渡一个 他们为了还想度挣到一点钱 劳力过度一个 回家一个 去世在家里面 所以这些华工呢 去世了也没有化名车 所以他们也没有联想到 是建铁路引起的 所以这个事情被人家忽略了 然后他们的灵魂就没有安息 他们经常以地震的形式 来提醒他们 他们呢曾经建了铁路 我们曾经有句话 说我们那个华人的社区建在了地震带上 不是的 因果导致了 是 是 如果我们的华人忘掉了这批 曾经建铁路的华工的话 那么他们的皇帝就跟着华人 华人设计特战到哪里 地震就跟到哪里 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我们要纪念 要纪念那些曾经在建设铁路的这个华工 曾经在1869年 太平安铁路在犹太州借轨 在犹太州借轨 这个建设铁路的时刻 那段铁路非常难修 翻山越岭的 主要是华工 华工界的 然后呢 当我在2016年2月2号那天临牌的时候 我说了一句话 今天我临牌了 那么下次地震就是2.7级 如果没有临牌的话呢 下次地震就是4.7级 是不是说了以后也没有意见 不是的 3天以后 2016年2月5号 洛杉矶发生地震了 就是2.7级 我3天前讲了嘛 如果不临牌的话就4.7级 临牌了以后2.7级 后来一个星期以后 加州再次发生地震了 从旧金山一路过来到洛杉矶 它的震级是4.7级 而主要震感强烈的是旧金山 在一路上三个铁路的大战 曾经的铁路大战 但现在是改成后运了 到洛杉矶 这个几个点就连成一线 4.7级 就是我提前讲的嘛 一个2.7级 一个4.7级 全对上了 还有一件事 昨天洛杉矶这边发生了地震 在库卡门槛那边 在库卡门槛那边 它的震级是4.7级 后来改为4.2级 刚才领牌了 原来是 原来是 库卡门槛 飞铁加入引起的 就是地面引起的 而在2019年的7月4号到7月6号之间呢 在死亡口附近呢 发生了索射器地震了 最强烈的是七点一级 林牌原来也是库卡门槛 就是地面引起的 林牌完了几天以后 有人给我证明了 原来就是在7月5号那天呢 在洛杉矶道具体育馆进行比赛 现场直播的时候 在现场直播的时候 镜头站着意外爬到了一个废碟 跌跌脏脏的从上面翻滚下来 翻滚下来接下来就发生地震了 这个地震看到废碟接下来的地震过程 正好在电视机直播的时候拍到了 同我林牌的一致呢 是废碟下降引起的 然后呢 这次又发生地震 又是废碟下降引起的 然后之前的林牌当中 多次发生了 华工的灵魂没有暗息 引起了地震 包括两三年前 曾经在凤泰南那边 也是洛杉矶的地方 发生地震 一致派原来华工的灵魂没暗息 走出来了他们 灵魂走出来了 所以呢 所以呢 早上七点多 七点干过我就得出发了 要去死亡国 花两天时间要纪念这些华工 所以呢 接下来两天呢 嗯 就没办法看到上传的 零排内容了 我带上零排摄像机 当然我不带电脑了 因为主要是纪念华工 就不带电脑了 那么就没办法上传了 当然如果有什么信息的话 我会零排下来 也就两天没上传 各位各位 现在是四点五成分 快要五点了 两个小时以后 我们就出发了 出发了 是这么一个情况 哦 哦 原来是讲了这个事情 哦 哦 现在我又看到那个 漫天系统了 哦 死亡国那边 那些 哦 华工啊 哦 华工啊 哦 华工啊 哦 这些 派放着 有人去 祭拜他们 哦 这么多年 过去了 一百多年过去了 很少有人 嗯 祭拜他们 也很少有人知道 这是华工的目的 嗯 也很少 有很多人也忘掉了 曾经建设铁路的这批华工啊 哦 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 好 哦 知道了 好 再见 再见啊